描述刺杀朝鲜领导人的好莱坞话题电影采访 虽然没有获得大型连锁影院放映 但是却意外地在互联网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目前他在线上的收益已经突破了3000万美元 是索尼历来最高票房的线上电影 电影采访还没有推出市场就引起不小话题 发行公司索尼在经历黑客网络袭击和面对朝鲜的警告后 最后一刻改变决定 让电影与平安夜在互联网率先上映 观众能以5块9毛9美元在线上租看 或是以15美元购买电影 公司至今取得了超过3100万元的票房收入 除了互联网这部制作成本约4400万美元的搞笑电影 也在北美580间独立影院放映 票房收益大约是500万美元 啊 是 感谢观看